擦,1.9亿先生,被奔在地上摩擦,心态崩盘中被拔下NBA新赛季,的比赛已经正式开打,马斯在主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斯林郎队,本场比赛也是打得十分激烈,直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才分出胜负,凭借着德罗赞在最后时刻的关键四分,最终马斯惊险地拿下斯林郎,迎来了开门红,而在常规赛开始前, 森林郎队内也是爆发了矛盾,巴特勒与唐斯的矛盾似乎也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巴特勒更是主动要求交易自己,而森林郎队也差点与热货队完成交易,但是最终由于森林郎队加价,导致了这比交易的流产,巴特勒不得已继续留在了森林郎队,本场比赛打完,再次证明了没有巴特勒的森林郎队,就是一支鱼南球队, 要不是巴特勒的强硬发挥,比赛早就失去悬念了,本场比赛巴特勒出场了32分钟,得到了23分钟7个篮板3个助攻4个抢断1个盖帽, 而在比赛最后一分钟,巴特勒一记三分帮助球队追平比分,无奈的是德罗赞连续得分锁定胜局,而今天森林郎队唐斯的发挥还是一如既往的软,被阿德按在地上摩擦, 也有球迷调侃道,是人是鬼都在秀,只有唐斯在挨揍,真的惨啊,本场比赛唐斯表现十分的糟糕,出场22分钟6投2中,得到了8分9个篮板3个失误, 在第四节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,唐斯心态崩盘,在撞到米尔斯后,被裁判吹拔进攻,犯规,最终六犯被拔下,要知道在休赛期,唐斯与球队签下了1.9亿的大合同,而唐斯这样的表现完全配不上自己的合同。